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来聊一首 东方卫视我们的歌里面情深深组合 周深跟李克勤他们俩合唱的心如刀割 我之前分析了周深的其他的几首歌以后 有不少网友在下面留言 有很多人想让我分析一下这首歌 当然还有提到其他的一些歌曲 那么我在后面也会陆续的会去做一些点评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首歌 心如刀割这首歌最早是张学友的一首歌曲 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 那么这一次周深跟李克勤 他们俩依然还是以一种二重唱的一种形式来出现 从整体上来讲 两个人的配合依然非常的默契 这首歌曲的难度极高 有人可能会提问了 他说我听了这首歌曲 我跟着唱我也能唱上去啊 歌曲也不怎么高啊 这又是这个问题了 我说我们唱歌 我们听音乐听歌曲 不能够只听高音 声乐技巧高音技巧 只是音乐中的其中一个评判标准 除此之外 音乐的部分还有很多的判断的一些参考标准 首先我们来讲这首歌曲的难点 这首歌曲呢 我把它称为是一首没有显著拍点的歌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在里面啊 你找不到拍子 这个就麻烦了 唱歌要是找不到拍子 大家知道吗 就有些人唱卡拉OK 从头到尾可能就是不在拍子上 这个就是你声音再高 嗓子再好 都会让人很难受 那么这首歌就是会造成这样后果的一首歌曲 就是即便你乐得再好 你一般别的歌曲唱得挺好 一碰到这首歌就完蛋 这首歌曲的节奏极难把握 我们可以先听第一段 好大家可以听到 这个音乐主要是以这个管弦乐为背景的 我们有没有发现 它根本就没有拍点 这是一个四四拍的歌 一二三四 就你在里面找不到强弱 刺强弱 这个一个规律 所以说从哪一拍该进 从哪一个拍点上该进唱 下一句又该从哪一拍接 这个是特别考验歌手 音乐素养的这么一首歌曲 可以这么讲吧 就这首歌曲啊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听过很多学生 唱过这个歌 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学生 就是把这个歌曲的节奏100%的把握住的 没有一个可以做到十分稳准的 可见 这个歌曲有多难 张学友的那个版本相对还好一点 因为他呢在后面有一个分解和弦在那扑着 就还给你一个引导节奏的这样的一个参考 那么这个版本彻底没有 全是管弦乐 飘忽飘忽飘忽在那飘着 你根本就找不到牌 所以说这是这首歌曲非常难的一个元素 那么当来第二个我们要讲到这个歌曲的编配 这首歌曲的编配呢 非常有创意 大家知道这个歌曲呢是四四拍的 但是在中间有一段 大家应该感受到了 就是变成了四三拍 很多人说变成了圆舞曲的节奏 轻快的四三拍出现了 所以从这个编配上来讲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编曲在这首歌曲里面的一个独有用心 是花了心思的 但是我对这个四三拍的看法 我感觉四三拍一进来有点跳戏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讲啊 因为四三拍的这个节奏律动啊 它是相对比较轻快的 我们讲编舞曲一般都是 而且节奏速度也比较快 就这个节奏 就当四三拍一进来 本来是一个很忧伤的 很沉重的这么一个音乐 突然音乐色彩一下子就明亮了 亮起来了 那么如果说从音乐上来讲 这种音乐色彩的反差 非常好 沉重的 比较忧郁的 然后呢 一下子明亮的 色彩一下是开朗了 这样的一个对比 如果说我们刨去歌词 刨去情绪 这种音乐的对比性 非常好 但是这种歌曲 心如刀割 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才会心如刀割啊 就是情绪在极度忧伤的情况下 才会心如刀割 所以这个歌曲的整体的一个情感色彩是非常伤感的 那么这个四三拍一出来 就让这种心痛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 就心痛感进尸 所以说我听到这个四三拍出现 我感觉 本来是 忧伤啊 心如刀割 我心痛啊 然后这个四三拍一进来 给我的感觉是 哦 终于失恋了 终于失恋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让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白雪公主里面 白雪公主跑到森林里面 突然累的晕倒了 然后呢 睡了一觉起来了 清醒了 醒来以后呢 在森林里面 开心的快乐的翩翩起舞 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音乐色彩的反差性有点大 所以说 从形式上讲 四四拍跟四三拍的 这种节拍交替 这种变拍子的运用 非常有新意 而且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想必很多人在看现场的时候 当四三拍刚进来的前几拍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感受到 听到后面 突然发现 哦 原来拍子变了 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也是这感觉 怎么变拍子了 但是呢 当你仔细去分析这个情绪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背离感 就出现了 然后到后面 回到四四拍 我是真的为你哭了 这个时候 情绪又回来了 白雪公主跳了一会儿 突然发现 我原来是个伤心的人 所以说又回到四四拍了 这种伤感的回来 我觉得整个歌曲又圆了 就把他中间的那个跳戏的感觉 又重新的情绪又给圆回来 我觉得中间还有新意 有新意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要见仁见智了 有些人会觉得非常好 形式上呢 有新意 有创新 但是有些人会认为 在感情色彩上有点跳戏了 当然了 个人的审美情绪不一样 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因人而异 没有好坏 那么第三个 就是这个歌曲的编配 在层次的设计上 它的递进感特别强 这个歌曲里面用了三个调 就转了两次调 刚开始的时候是降B调 这个歌曲的原调是C调的 张学友演唱的调是C调的 所以说音区它并不高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是用的降B调 这个降B调的使用 对于李克勤来讲 音色特别舒服 特别符合李克勤的这个音区 它的那种中低音的音色 非常好听 然后到了四三拍出现的时候 这个调呢 一下子转到了C调 提了一层色彩 豁然明亮了 本来拍子一遍 然后调又提高了两个调 所以说呢 这个色彩一下子就明亮起来 层次就递进起来了 然后到最后 回到四四拍的时候 忧伤感回来了 这个又提了一个调 又往上移了一个调 移到了深C调 这它的层次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在网上递进 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李克勤和周深 他俩的这个歌曲 他们在调的这个处理上 他们考虑到了 这个歌曲情绪的这种递增 在调上做了很多的文章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里面的这个唱法上的一个技巧 那么这种歌曲呢 在演唱上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在给学生上深渊课的时候 我经常会拿这种歌曲 让学生练气息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几个长音的控制 是比较难的 你像第一句 这个色 当然了 这个色李克勤在处理的时候 是短处理 我特意听了一下 它是 就没了 短处理 但是到第二遍出现歌词的时候 周深的处理是常处理 它是一个长音 这个长音啊 其实是要气息去支撑的 所以很多人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像这样的一个长音 它有时候声音会抖 气息不稳 所以当你气息 越慢力 越用力的时候 它这个声音可能就会越抖 而让你越轻轻地推着走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会很自然 所以说 我有时候在练习中 老让他们去用这个 前面的几句 去练这个气息的稳定性 然后呢 到后面一句 我的心是蓝色 这个色 是米西 是一个上行的音阶 气息更不容易控制 很容易提上来 很容易提上来这个气 你的诱人自动 所以这两个字 蓝色跟无测 都是需要有气息 很好的气息去拖住声音 这个音才能够稳 这是这个歌的其中的一个难点 虽然音不高 但是呢 对气息的考验还是挺大的 然后呢 我听到这里面的声音色彩 还有两个地方我要点一下 就是李克勤的弱唱处理 李克勤在这里面用到了两个 比较明显的弱唱 就是 我是真的为你哭了 高音区这个 这个你字 它是用的弱唱 高音弱唱 我曾经讲过 高音弱唱 是相对比较难唱的 声带如果说稍微控制不好 就很容易失声 或者是变成气多 声少 声音就变得很虚 甚至就变成没有声音 就控制不好 所以说这个高音的一个弱唱 是一个技巧的所在 还有最后一句 我心如刀割 这个歌子也是弱唱收尾 我心如刀割 这个呢是 歌曲结束的时候 常用的一种收尾方式 就是我们用弱唱来收尾 这个是很多歌曲 在 结束剧 经常会这么处理的 一种常规方式 那么李克勤 当然了 用的非常娴熟 因为 你前面 情绪是很高涨的 能给的我全都给了 我都舍得 除了让你知道 我心如刀割 你的情绪都是高张的 我心如刀割 就是当你一下子弱下来的时候 听的人也会 鼻嘟呼吸 去听你这个音 你弱下来了 我们的耳朵会贴得更近来 听你这个音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感染 声音的色彩性 就在这体现出来了 如果你从头到尾唱下来 就一种声音 没强没弱的 声音再好 音再高 都不打动人 所以说在唱歌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需要 有强有弱 该强的时候强 该弱的时候弱 所以像这种 结尾的弱唱收尾 是很常规的一种收尾方式 那么这首歌曲呢 我们大概就解读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歌曲应该是 比较难的一首歌 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 就是由我主要负责 我们就编了一套 这个流行演唱分级训练教材 中国作品 这个歌曲 我们当时就收在里面 我当时把它定位是7级 7级的作品 总共是10级 但是呢 我现在回过头来再看 我觉得7级这个歌有点低了 这个歌放到8级9级 甚至都不为过 好 那么今天的这首歌曲 我就跟大家解读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理解这首歌曲 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大家留言 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歌 有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